大家好 我是Hana 上一次我們去了朋友的兩房單位 測試了三款Mesh Wi-Fi 6C系統 配搭2.5G寬頻的速度和覆蓋性 屋主都非常滿意Mesh Wi-Fi 6C的表現 最近TP-Link推出了新的旗艦級Mesh Wi-Fi 6C系統 DECO XZ200 剛巧有網友inbox我們 說去新屋入伙想要新的Wi-Fi Wouter 這樣就對了 一於借到家裏做Wi-Fi Wouter比拼吧 新屋支援2.5G寬頻 三房兩廳大約1200呎 都算多大 還有不同的水泥場間隔 主人房和另一間睡房 距離主機就比較遠 不知道這兩個牌子的Mesh Wi-Fi 6C系統 可以將上網速度提升多少呢 我現在帶了兩套Wi-Fi 現在準備上樓 Let's go 這個單位的走廊不算長的 不過因為寬頻的出線位是在客廳的角落 間屋的面積又有差不多 隔了幾幅實心牆之後 在另一個角落的睡房和主人房 Wi-Fi接收就未必那麼理想 我們在房間的時候就要就角度 就位置才能收到Wi-Fi 有時候爸爸在家要在家開Zoom Meeting 小朋友要上網課 有時候我去看影片 但大家都收不到 或者很久才會錄到影片 有時候爸爸半個小時就被人 Kick off了Meeting 又要再連結就很麻煩 很不方便了 嘩 這樣也很累 不過Selena 我一進來就看到 這個半開放式廚房很漂亮 是不是有什麼玄機的 有的 我經常都在廚房煮東西吃 所以要看食譜和看影片 所以有這個設計就幫助我可以上網更方便 有我Wi-Fi女神在 一定可以把這裡所有的Wi-Fi死位全部Clear 首先介紹一下我帶過去的WOW看吧 TP-Link最新推出的DECO XZ200 用了Qualcomm 4核心2.2GHz CPU 和1GHz RAM支援Wi-Fi 6G規格 除了有傳統2.4GHz和5GHz頻段 還有全新開放的6GHz頻段 可以減少頻譜劑質出現的干擾問題 所以可以選擇用6GHz做獨立的Wi-Fi Backhole回傳 又或者同時給電話使用 它的三頻AXZ11000速度規格 比我們之前試的XZ75 Pro還要快一倍 提供高達10.8Gbps的總傳送速度 同時還提供高達16個Wi-Fi Streams 通過Milmimeo功能可以同時連接大量的裝置 適合大量IoT裝置的家 而且6GHz和5GHz同時都支援了160MHz的特幌頻寬 可以令到電話提升兩倍的連接速度 亦同時容納更多的裝置可以高速上網 機身有1個10GbpsPort和2個1000MbpsPort 所有Port都可以VAN、LAN兩用 加上DECO系列所有型號都沒有主副機之分 除了安裝過程更方便之外 亦都代表DECO上面所有的Port位 都可以繼續通過無線光纖形式 接受Wi-Fi Backhole的數據 所以在房間的衛星就可以用LAN線 由10Gbps輸出網絡去到PC或NAS 去應付極速的寬頻或右線連接速度 而不用拉線或重新裝修那麼麻煩 另外不同型號的DECO 都可以互相配合創建Mesh網絡 搭配方面是非常靈活的 雖然現在家用的10G寬頻計劃比較少 而且價錢都比較貴 不過隨著越來越多電信箱推出2.5G寬頻 10G寬頻的普及亦都指日可待 新屋入伙就立即一步到位置 安裝10Gbps輸出網絡就對了 因為即使面對將來寬頻升級 都不用買過新網絡嘛 今次我們就找到市面上 同樣都是同級的NAPSKI OBI RBKE962 和這部TP-Link最新的DECO XC200 做一場同場比拼 不知道它們用在2.5G寬頻的三房兩廳 在速度、覆蓋和穩定性方面是怎樣呢 我們現在立即關機了 首先我會將主機設置在廳的2.5G光纖位置 而衛星我建議設置在近走廊的位置 我就設置在這裡 這個XC200機身也是非常小巧 就算我放在這裡也不會覺得和裝修價格不入 DECO XC200的設置一貫都是這麼簡單 沒有主機、衛星就不怕裝錯了 插了寬頻線之後 用APP就可以完成設定 非常方便 我們用支援Wi-Fi 6G的Laptop 和支援Wi-Fi 6 Plus的Samsung Galaxy S22 Ultra 在客廳測試上網速度 兩個型號得出來的結果就是這樣 因為XC200用了高達16條內置的高增益天線 所以兩件裝已經可以覆蓋到高達6500呎 足夠應付3至4房多口長的單位 要Cover過千隻的大宅 兩隻就完成了 現在我會設置兩個牌子的衛星 不過要留意的就是 NetGear Mesh 型號是有固定的主負機之分 所以大家設置的時候就要留意 接下來就是這兩個型號的測試結果 XC200因為用了支援160MHz的4800Mbps Wi-Fi 6G 6GHz來做Wi-Fi Mesh Back Hall 所以入到房間都可以保持1300至1500Mbps的速度 而且表現都非常穩定 做到無線光纖入房的 很快就安裝完XC200了 我們一起看看效果是怎樣 但現在的房間就收得很好 我們試試進去廁所看看 還收到 超好 我現在試試進去看看 先幫我關門 也收到的 用Mesh Router真的很方便 我覺得這樣Wi-Fi不會轉來轉去 還會快速地找最近的DECO 這樣上網真是又快又方便 Network 蓋到整間屋 有速度又穩定 真是很重要的 剛才和Hana一起設置都很方便 跟著App一起做都很容易 所以我DECO XC200真是一設到位 現在家居的IoT裝備越來越多 就好像林太家就有IP Cam 方便去外出的時候都可以看到家 XC200可以連接高達200部設備 再加上Home Shield 提供全面的網絡保護 強大的家長控制 以及實時IoT保護 真是很適合林太這一類有小朋友的家庭 這個Wi-Fi用成怎樣 好順啊 很好啊 兩隻都蓋上三間房間 你在看什麼 一起看 好啊 希望改造完Wi-Fi之後 你和你的家人 又或者一班朋友上來的時候 都可以用得開心啦 看完之後 是不是很想要這套TP-Link的DECO XC200呢 這樣問就是我們有Giveaway啦 只要在我們YouTube條件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為什麼你這麼想要這套TP-Link的DECO XC200 我們再選一位朋友 他就可以拿走這套Walter的啦 如果大家都想我幫你家測試用最新的Wi-Fi系統 改善上網體驗的話歡迎Inbox我們 等你們呀